下一個窗口 走 他可以來這裡嗎 來 可以了 真的沒看錯 四組六馬來買素食餐 只見服務員沒開眼笑 跟馬兒親切互動 還拿菜單給他看 你要點這個嗎 好 好 等一下 小馬兒再到下個窗口取餐 乖巧模樣超愜意 但街頭六馬已經不是頭一遭 上個月也被民眾職級 來買藥燉排骨 你馬自己好像養在家裡面嗎 對啊 好 好了 好了 好酷喔 民眾紛紛拿起手機 拍照錄影直呼好新奇 原來這一名理性四主 是當地一名建道館的館主 因為熱愛馬兒 自己租了空地改建成馬舅 勸養兩匹迷你馬 小馬哥 我在市區養了將近兩年 讓他都是牽著繩子 跟著我在市區活動 那兩年來他已經都適應了 四主說兩匹馬一直叫小辣椒 一直叫小馬哥 光是一個月的伙食費就要三萬元 而每次帶出門的都是小馬哥 因為他穩定性高不怕車身 但騎馬上路爬爬走到底有沒有違反交通規定 四主騎馬上街買宵夜 而且就是直接騎在得來宿的這個車道上 那警方表示有影響到交通的話 可能吃上六百元罰單 如果影響交通就要開罰 但四主對馬兒有信心 未來還是有可能看見騎馬上街的奇景 記者的蔡德賴文中台中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淨好新聞